你想要去探索的那种位置性 有一些随机性吧 包括说霞虎先锋的一个改动 现在是会随机刷新有两种 一种是炮台 一种是咱们海格斯制线 还蛮期待的 因为先锋们上线了之后 也像Kat说的这种 他可能有一点点需要去随机的运气的东西 而且也需要大家去稍微摄影 包括说新装备 对吧 现在的这个焚天 还有这个一些装备的变化吧 之前的光明和黑暗装备 也都全部这个退完镜了 然后他对于可能我们比赛来讲的话 选手们确实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应该是要调试一下 感觉黄泽老师很认真 这一边调试一边在跟队友沟通 包括说刚才镜头给他代为 一直在跟阿龙有一些交流 感觉是可能有点战术上的沟通 对吧 一会儿上来之后 你就多来上楼帮帮我 你觉得黄泽会不会选盖伦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那你是猜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会选一个那种比较秀的 而且5.2版本盖伦其实被削了 那倒是 对吧 他如果问完背影刺客的话 他应该不会选这个盖伦 那背影刺客确实有可能会给他指条名 其实这个版本上路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英雄是建模 建模确实 主要现在星石加焚天的这个建模前面 装备特别合适 不管是对线还是打团都挺厉害的 看怎么选择了 是不是秀一把上来 操作一把 而且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选这个 刚刚上线的一个立桑卓 立桑卓蛮想看的 感觉选手们应该会露一手 然后我前面还在想 这个英雄的机智 有没有可能让他去 往辅助为止去走一走 感觉有开发的空间 有开发的空间 但是没那么大 主要还是容错率有点低 这是并是个碎片 来了 来了真有 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 看一下两边的英雄啊 皇子的这个鳄鱼 黄泽鳄鱼 暗箭商人 这个这个 但这个讲道理应该是 背影刺客推荐的 因为他前面去一间的时候 有聊的 说那个鳄鱼剑魔 这些英雄 然后立桑卓也出现了 正好我们也来开开眼 看看新英雄 体验一下怎么样 进和沙米拉两边的AD 这个 这个南刀锋 有点咱们这个解说碑的感觉 对 南刀锋的九桶的位置 解说碑是一个职业选手带四个解说 咱们这个是一个老板带四个职业陪玩 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不好讲啊 但是对面我们的品牌 这支友也带了四个职业陪玩 那都是职业的 下路对线依然打得很凶啊 很激进 飞行刺客有点起杀心了 闪现跌 有了 这就是Solo King的实力 差一点点 上路房子很凶 很凶 三级这套直接把猴子打残了 也是双招都交了 但是David那边领先两个招式技能 现在要稍微小心一点 我只能说David这边有人要出手了 阿龙来是来了 我这么警惕吗 退完直接走了 毕竟有果子 还是要吃一下 而且再点一个果子 好像没看到 但是果子刚刚好没有看到 坏了 要被针对了 怎么讲 阿龙 阿龙怎么说 旁边有小白 能扛住吗 反正伤害不太够 而且这一勾就勾到了小白身上 哦 险些 这波如果被勾的话可能就没了 而且David刚刚是没有放点燃的 伤害确实也不太够 但这波现对皇子来说有点伤 又冲了一波 把他给交了 但伤害不够 没杀掉 回家补一波 哎 开的新版本你最喜欢的什么东西 他的改动 还是这个大龙吧 对吧 一会儿也看一下两边拿下大龙之后 谁能去骑 哎呦 儿子没了 停不住了 开一个风扇 黄标拉开 再交闪 难道节奏已经起来了 完美羡慕 预判的一局 两局都空了 那就打兵线吧 但是另外一个大招的把人扎走了 大贝老师怎么办呀 大贝老师涓了呀 大贝老师直接给沙米拉补了一口奶了一口 而且看到了咱们这个空头发心了 有点诱惑 但是乌鸡 有虚弱 有虚弱 而且减速这道激光没到 有练义班机伤害不太够啊 直接被一个漫无手雷带走了 差了那么一点 冰封灵木给出去了之后直接完成一个反杀 维心这里被冰奴在追着减速回身去滑 但是立桑竹也走了 最后差了一点点 大招没给出来 但他点人好像 他不是点人 那没事了 他平着 嗯 他是平着 太大闪眼过来 大招 大招起手 再接钩子 一波疏通航道 直接抬走 旁边少爷来了 如果要追的话可能会出事 赶紧往后走 快逃啊 抓鳄鱼这波也没大 闪现撞 撞两个人 沙米拉起场了 但是黄子之波很能打 但是黄子没大呀 没大招 差了一点 先拉开吧 沙米拉一丝血 有一个封墙 闪现过来 但还有一枪地狱 在二级能定义一下维心 维心向此而生 只能反向华 最后是黄子拿到这个头 给黄子来了一波开张 再往回走 黄子说那我不客气了呀 不是啊 那我就享受了 主要这波 其实越一个立桑左右 有点没道理 对吧 这英雄 这英雄越不了啊 而且二技能控制 然后大招给自己的 相当于一个金身 我已经说中计了 哇 利桑卓现在已经游起来了 曾赶紧得给下路上抢住了 这把沙米拉 开局四分钟死四次 可能时间线走的是吧 坏了坏了 什么意思 怎么来 咱们的品牌自由 你就这样针对 是吧 就这样针对吗 带着猴子的假身 算四个人在针对 下路 没空墙的 压缩已经快乱起来了 炮台 还可以自走炮台 这样线上可以直接招出来 这个打塔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炮台还能 他这个拆完了还能往前走 大方兵家看了直呼内行 这样的话 我感觉现在海克兹队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嗯 前期一个9-3的开局 然后现在经济已经领先了4000块钱 主要这利桑卓还是厉害啊 暗然就 只可惜刚才不能拿 对吧 进发域也不错 对 刚才随桑卓 我们 还选不了 还在被搭啊 进不来 走到哪儿 杀到哪儿 感觉 海克斯队这跟职业战队似的 慢慢的运营 推他 等等强结束 来再违发大人打工了 来 大卫 大卫 假设没定住 谢谢 正好往后去走 风吹起来 王峰崛西斩 呃 但牙左倒了 已经没了 没输出了 再度大闹天宫 但是闹完了之后 直接被 难道 把这个人给收了 闪现彩 奥恩来了 教阳应该能换一个 闪现 还想去追 有点燃 再A一下 感觉伤害也够了 够了 鉴定了一手 呃 但 坤小斯 自己怎么办 还能拉扯 拉扯不了了 大贝老师来了 直接被一枪收集掉 上来还能把这个 上塔给吃掉 沙米拉也在往正面赶 拆了塔就得走 他把感觉优势有点大呀 只能说巨大 五千多了 KB记得别C了 哈哈哈哈 这决赛 没赢 表演赛 让我赢一下呀 哈哈哈 现在这个局势 对于两周年队来讲 感觉只能找那种 有没有落单的机会 主要现在亚索一个人接起来 伤害好像都不太够 嗯 中文也开始给压力 做了一个咱们这个新版本改动啊 这个海克斯威门 对 海克斯威门 因为我们本来 手游的体租相对来讲比较小 但是加上了这个传统门子之后 他的支援能力就会更显夸张 是 大小天空接一个亚索大招 这不是一个机会 但是冰封礼木放出来了 直接把伤害给秒掉了 而且果然选了之后 自己还死不掉 安然久昂 选择这手利桑卓真的恐怖 打了个一换三 黄子老师开了一个大招过来 人呐 人呐 队友杀得太快了 下次要点名批评一下 哦 阿龙这套爆发很俗 秒了一个 嗯 也被阿龜带走 又赢下一波团 找恩打得像个上单 主要他四个多呀 那确实没问题 肉嘛也是肉的 桑博拉二有双招的 感觉在勾引 这个双招也是可以一个不交的 呃 被控死了 嗯 没人出来 要搞个战略点 但是人都来了 这个战略点拿到了 应该也走不掉 可爱特就赶紧卖吧 呃 而且维新的这个封墙 怎么老师放的 角度不太好 能说solozai都打完了 不要那么在意细节了 行 三杀 想越一步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们想把这个奥安越掉 但是现在也来不及去追五杀 呃 然后有点肉 呃 猴子炸的很不错 待会 一个人打三个 然后往后走 大招炸回来 好不掉 然后拿了一波暴走 再来一个完美卸卸 一枪两枪 三枪被躲掉 一四枪 拉到的是刚赶过来的威胁 哎 闪现过来 把小白给带走 把手一个风 吹两个人 狂风决一闪 但是伤害好像不太够 没有伤害 就薛珠挂在身上 哎 那黄泽老师 在塔压被盯住了 一勾也没勾到 完美 呃 滑踩中了 但是被泰坦大招击飞 九同志也没什么拦了 哎 但是黄泽老师战绩还不错 现在已经三杠三了 行 反正对位确实稳压 嗯 对位压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哦 转眼能反扎一个 但是有点燃的就没办法 哎 再 烧死了 哎 这个要是 要是能吸上来医学奇迹 啊 这背影刺客这边 不敢追了 嗯 主要旁边有个安安九 那其实刚刚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能追 因为队友都赶回来了 安安九 想操作一波 安九 但是自己一个人伤害也应该不太够啊 嗯 老细鼓的从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而且现在有了这个飞门之后就很爽 有时候上半区打完架了还能到下半区再刷一组野 嗯 难道你把第二条小龙给空到了 哎 老师 十分多钟 练移一下 你们被我包围了 这波我要来一打二 坏了 开始表 嗯 表情攻击精神无人 哎 但是上路啊 什么情况 上半区感觉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好像有一个被团团围组的 我们的 舞台之友 暗箭伤人 能伤人吗 好像不太能 队友呢 救一下 一丝血 哎 但没顶起来了 啊 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小白就压掉了 但难道过来应该可以收割 但亚索这波很能打 亚索可能要收割了 小白 还要在啥 直接翻墙 直接翻墙 一个风没看到 但下路什么情况 有人在偷他 沙米拉在默默的不自己的发育 这一次个也走不了了 这波感觉打回来挺多的 哎 晒冲击 直接不讲情面 呃 这玩着玩着 亚索怎么玩回来了 而且玩着玩着 沙米拉 好险也不会来了 六个头了 这波打完 经济全回来了 前面先视敌已弱 行 然后现在默默的打回来了 伴侣吃老虎是吧 嗯 主要是刚才好像 有几波 稍微送了一点 就比如安城 那波中路 直接烧血 直接都大龙了 开动了 哎 根本没有没有人 没有人阻止呀 没有人有任何一点点过来的想法 他不对劲了 那看一下谁要回去 来做一下咱们这个海克斯霸龙 代位 我赶紧来体验一下啊 好了上来了 带着Buff往前走 带着Buff往前走 正面已经打起来了 反杀掉了 而且皇子也倒了 这不会被一波吧 不是吧 不是吧 应该不至于 看一下这个激光喷塔 这到底谁在保护谁呀 这到底谁在保护谁呀 左边清线能力确实有点强 哇 这交一个闪 给个风墙 激光开始喷 但老师 这个激光是来拆塔的 哦 他意识到了 他意识到了 行 喷人不太掉血 开局 浅浅的挡一下 龙还是挺肉的 大招炸回来个哑索 但是另外一边 小白就去找了 骚扰直接秒掉 啊 没有一波 没有一波 方龙也被打倒了 哎 这波不对劲啊 怎么出来队友才死完了 继续去追 代位的 也被皇子 拿到了一波双杀 正面还剩下 来 克莱特斯 二技能定住了之后 再跟上来 要给一波三杀吗 要排面了 OK 皇子三杀到手了 好了 这波给足体验 给足了 嗯 前两个确实追死 但第三个就是 排面要有 直接传走 吃完你的蓝 再吃完你的蓝 再吃你的蓝 再吃你的蓝 原来说这个蓝 好像要留给 安然九 上了一下 安然九的装备 也有点好呀 三件了 感觉现在右边这个阵容 打团的话 还是得看压缩 但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 而且戴维现在发业有点差 点回来了之后 大招先给到了一手皇子 阿龙在被五个人追 勾一下墙 拖时间 拖不住了 被桶子减速了 交转线 再交攻强 拖就硬拖 阿龙说 我帮你们争取时间了 你们去打小龙 一枪虽然勾到了塔 但是走不掉 杨的撞没有能够点到小白 反身继继续追 安然九 一个人先进去 但是冰奴 冰奴飞都已经打出来了 这波应该是两个人都走不掉 剩的可爱特斯 伤害炸满了 与此同时 维心这个默默无闻地在打小龙 两二部分撑外式 但这个是终结掉海克斯队的龙魂 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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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城BK 怎么说 有一个光盾啊 但是没有用啊 伤害太高了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优势又滚回来了 八千多的优势 而且这个大龙又刷了 但讲到你这波又刷了的话 应该是海克斯队过来控了 毕竟这队名都是海克斯 得来体验一下 对 得来体验一下 这个谁做也不用多说了吧 看一下 回了 好了 黄子来体验一板 先玩一下 先玩一下 亮个标 浅浅亮个标 这波看 右边能不能守住吧 难道已经上了 久总扎的还可以 扎的还可以 已经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近眼开大 一枪拒出去 没中第二枪中了 收掉沙梅拉 再往前推 就只剩下三个人了 红柿 开始喷它 做得很快 已经喷掉了 已经过了十六分钟了 有机会一波呀 只要三个人 速度很快 要骑着龙直接结束吗 给杨一撞 撞两个 亚索没选的切 空了一手 还要再手一下 扛不太住了 他帮龙火力有点猛 很痛很痛 近现在一枪也有点受不了 但还行 他这个攻击能挡 再一个 有强有强 雅索封墙 甩一下 在高地上玩的很开心 他对面人都活了 这波是不是要考虑撤了 应该是要往回走一下 这面已经是推掉了 而且他这个是免疫的呀 控不住 一个人在四五个人脸上跳舞 该往回撤一点了 该往回撤一点了 一分刷满了 要开了 而且这个霸王龙 有点扛不住了 要倒了 霸王龙没了 但是出来的时候 看一下后排瞬间被杀 好像还是难以抵挡 又要一波了 结束了 那感觉要恭喜我们的海克斯队 恭喜黄泽洪带领的海克斯队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拿下胜利 笑得也很开心 再一次恭喜 好的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海克斯队 获得了我们这一场 有迷赛的胜利 那么现在呢 也请我们的十位队员 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掌声欢迎他们 那么刚刚呢 我们的海克斯队